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测评的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最小的直冲18650手电筒之一 来自在路上的M4K 在开始测评之前我觉得可以先简单的看一个对比 虽然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的公平 但是在我左边的就是M4K 它使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 而右边则是来自拉尼德的P80 一款以结实坚固为主打卖点的 同样使用18650电池的手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的对比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在路上的M4K做到了直冲同时带有尾部磁吸的前提下 把长度压缩到了仅仅只有9厘米 你如果不需要磁吸的话也可以选没有磁吸的版本 这时候它就仅仅只有8.7厘米的长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极致的一个大小的 对于日常鞋带来说在满足小体积的前提下 也有着相对来说一定的性能 真正正正的做到了既要又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甜点的设计 不过虽然夸了这么多 但是在路上M4K仍然有一些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欢迎收看本期的测评 首先拿到整个包装盒可以看得出来在路上非常自信 直接把8.7厘米印在包装盒上 内部还是一贯的真空速封的包装 看起来安全感满满 手电到手绝对是没有任何磕碰划痕的 整体M4K的颜色还是延续了在路上一贯的偏棕色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21710电池对比 我感觉这个宽度基本上就是一致的 就前面多出来这么一小截 而且我们这次选的还是带磁吸的版本 不得不说吸力是非常强劲的 我个人对此没有任何抱怨 在包装内还会负责一个在路上原厂的 3400mAh的18650电池 这个既然都给手电加真空速封了是吧 这个电池也得保护一下 所以在路上电池也是有塑胶套保护的 只能说是一点都不环保 在整体设计上 M4K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它就是一个侧按开关 背后一个充电胶塞 然后头部是一个非常浅 而且造型非常特别的光背来组成的 它的出光效果我们可以稍后再看 但在灯珠选择方面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这次是选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也就是今年非常新的一颗 来自Corey的XHP50.3的灯珠 整体的光效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在操作方面就是旁边的这一颗侧按键了 它同时带有按键指示灯 用来提醒充电状态和开机提示电量 但是我觉得这个指示灯做的提醒效果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是他们为了做整个外形的造型 所以整体的提醒效果相对来说有所欠缺 但是在中同部分 我觉得槽点最大的 就是这上面的几个切面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其实做了有4个切面 然后前后两个还不错 一个印了品牌 另外一个印的是型号之类的 但是另外两个面就是完全空着的设计 空的完全空的 我觉得有一些过于空旷了看起来 而且中筒部分的防滑也是采用了在路上一贯的方格形状的 我觉得防滑效果可能没有那些非常尖锐的滚滑来的好 但是对于小筒来说也还不错 毕竟一般都是整个握住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防滑其实没有很所谓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M4K的一整个筒身都是一体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说包括我们后面测试发热的时候 一些导热的性能都是非常不错的 在开关后面就是一个胶塞保护的Type-C接口 不过它仍然是不支持5A带1Mark芯片C2C数级线对它进行充电的 我只能说这个确实有点遗憾 但是在充电速度方面我没想到它是绝对拉满的 理论上它最高可以达到15W的速度 这个在手电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实际测试峰值大概在13W多 然后整个充电时间只花了大约2个小时 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挺不错了 不过这么快的充电速度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充电的时候筒身会有发热 我们实际测试了一下最高可能有个46度左右 这个温度还是非常容易被感知到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像一些其他的三段式手电 只有充电模块所在的位置发热 它由于采用一体的设计 所以整个筒身都会有44 45 46度这样的温度 所以这一点可能需要注意 不过为了快充妥协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安全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在操作方面 这个在路上仍然非常坚持的使用了 其他家用的非常非常少的这个单机打开 单机换挡长按关闭的这个模式 当时听说了之后我当场质问厂家 在路上他们自己说是调研过玩家的这个需求 创造了这个逻辑 虽然我不知道它调研的是哪一些玩家 但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说 以我对现在这个手链圈的观察来说 几乎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操作逻辑好不好 所以给在路上提个意见 下次能不能把这个给改了 跟大家一样做成单机打开 单机关闭长按换挡多好 真的对于用户来说 开关的次数远远高于换挡的频率 基本上大家就是用那个档位 而且长按换挡又不是不能接受对吧 还不照样用 M4K单机在120、550和1200流米之间进行循环 双机对于50灯珠版本来说可以达到3000流米的最高亮度 而且我不得不说在路上劳动大开 大家都知道一般这种体积的手链 甚至比这个大很多的手链 3000流米就只能开那么一咬咬时间 基本上就一秒钟都不到就会开始降 但是在路上这个次非常顽强 我们这个实测过的非常顽强 3000流米整整坚持了35秒 然后才开始降挡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不错的 打开进行一些短暂的 但是又需要大光通的时刻 短短的开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这个锁定的逻辑就非常非常有操作难度了 那这种次按手量大家都知道一般就两种 要么很短的时间内多次按这个开关 比如说快速双击快速三击快速四击 就用的比较多 要么就是长按 但是在路上的这个长按设计的就很奇怪 一般来说根据我们这个潜意识 长按首先它会进入一个低量的档位 然后熄灭之后就进行了锁定 但是在路上不是这样的 熄灭之后还没有锁定 但是当你没有看说明书的前一下 一直按着 灯珠进行了闪烁 你能像这个时候也锁定了 但是它这时候也进入不了锁定 也就是说在这个手电上达成锁定的时间 是要介于短暗至熄灭和长时间 按住闪烁的中间的这个状态 而且你还必须通过看这个指示灯才能实现 但是我就想请问这么小的一个指示灯 我手指一按整个就覆盖住了 按说明书上说的 我还得看着这个指示灯变成红色 这个时候马上松开才能进入锁定 那这个对吧 这个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要给一个上锁的逻辑 加上一个好像是防误处的这样一个设定 理论上锁定也不存在误处 我既然是要对它进行锁定 肯定是在一个我正在观察它的状态 我才进行锁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设计 我必须得用指甲盖来按这个按键 然后观察这个指示灯的颜色 而且好像还得反折按我才能看见 但是我如果用指甲盖按的话 对它这个硅胶按键的寿命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设计 至我认为M4K最大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 在实际使用上 我觉得在路上这个异形光碑做的还是挺妙的 那大家知道既然是定位于一个EDC随身手电的话 对于脚下的照明就需要特别的注意 这一点在路上做的很不错 脚下的翻光角度非常大 脚压黑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但是我们选的这个灯珠 虽然它的这个光效表现很屌 但是它这个和M4K一配合有一定的偏色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偏色有一点严重 大家可以看很明显就是中间这部分有一些偏黄 然后其他方向基本上就是一个冷白略偏一点蓝色 但是在这个边缘的部分 可能由于是个光碑的原因 又有一些偏黄色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不过对于实际使用来说 如果是完全追求使用 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 在发射方面我们在2612度无风势内开启了它3000流民的净降档 发射来的很猛 我们实测捅头温度最高 这个我说的是最高 最高的时候达到过58度 然后捅身的温度也来到51度 随后有所下降 但基本上都是在50度左右 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 大家日常使用不需要这么高亮度的话 记得一定要开低档位 在降档方面 我们打开它的3000流民最高档位和说明书说的一样 保持35秒 然后开始降档 我们实测大概在10分钟左右降档至600流民 然后就保持这个亮度 直至一小时的降档测试结束 600流民的保持亮度相信我 对于这个体积的手电来说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不错了 好吧 不过这个是用高热量换来的 所以说用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用一些低档位我觉得OK 以上就是本期对在路上M4K的一个测评了 总的来说体积它真的让我又爱又恨好吧 说爱是因为体积真的太极致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开创性的 也很佩服在路上设计的水平和加工的水平 它把这个东西造出来了 而且是堪用的 说恨就是操作逻辑 我个人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 而且还有包括锁定的逻辑 可能对于那些完全追求实用的朋友来说 这不是什么问题 那就没问题 那就很OK 所以对于在路上来说 我觉得他们只要做好两点就够了 第一个是把这个逻辑给改了好吧 看一下这个主流的逻辑 多听一下用户的理解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光色方面进行一些调优 那我也非常期待他们M4K的第二点 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 我希望以上说的这些问题 如果都能得到改成那太棒了 那可以评选为2023年度最佳手电筒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非常棒的 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关注流明显示 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照明工具测评内容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是我光明和GTM 我们下期再见